第六章 各人的重担 要互相担当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性 你们熟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你们各人的重担 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人若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了 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 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 不在别人了 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众什么 收什么 在道理上受教的 当把一切需用的 供给私教的人 不要自欺 上帝是轻万不得的 人众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信着情欲杀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信着圣灵杀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行善 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所以 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 更当这样 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 是何等的大呢 凡稀图外貌体面的人 都勉强你们受割礼 无非是怕自己 为基督的十字架受迫白 他们那些受割礼的 连自己也不守律法 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 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当作身造的人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就是作身造的人 凡照此理而行的 愿平安联敏家给他们 和上帝的以色列民 从今以后 人都不要搞妖我 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弟兄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在你们心里 阿门